Hello,大家好,这里是金哲聊历史 在开始本期视频前先啰嗦几句 本节目的宗旨在于观点分享 是我个人对于历史的理解也有些感悟 而不是做专业详尽的历史考证 历史中的模糊地带很多 同一个问题可以有多种看法 专家们也往往是各持一词 对于这种情况我可能会选择其中一种 我看来比较合理的解释 也可能罗列其中几种供你选择 无论如何这些都只是一种参考 而不是权威结论 你不必和我保持一致 因为你的结论只有经过你自己独立思考后才能得到 好了,回到正题 今天我们来聊东周 西周和东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 如果说周朝历史是一部电视剧 那么在这部电视剧的上半部分西周 周天子就是当仁不让的男一号 但到下半部分东周 周天子就沦为给各强国跑龙套的配角演员了 东周本身也分为两个阶段 春秋和战国 春秋这个名字来自于孔子编的一本历史书 叫做春秋 实际上周朝各国都有自己的历史书 比如说周有周春秋 卢有鲁春秋 其他国家也有一些自己的历史书 有的叫春秋 有的不叫春秋 孔子编的这本春秋 是在鲁春秋的基础上去修订的 因为孔子认为鲁春秋的记事比较杂乱 用词比较啰嗦 一些用语也不规范 所以他就去进行修订 而且出于政治目的 还对内容做了一些修改 但关于这个说法也有争议 有人认为春秋不是由孔子来修订的 而是另有其人 节目时间所限 这里不展开讨论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查阅相关资料 到春秋时期 周王室的权威就彻底衰落了 这种情况也不是一天形成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它有一个过程 双州平王冬迁 从宗州搬到了成州 就相当于丢掉了原来的周人大本营 而且国都就是周人直辖的领土 你把自己直辖的区域丢掉 就相当于丢掉了大半的实力 所以说实力的削弱 是周王室衰落的最根本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周王室自身也有一些问题 比如在东周刚开始的时候 周王室就发生了内讧 出现了两个周王 一个是周平王 还有一个是周邪王 周平王是周幽王的儿子 周邪王是周幽王的弟弟 二王病历的状态 大概维持了二十年 后来周邪王被靖文侯给杀掉了 周平王才成为了唯一的天子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知道周平王是周幽王的嫡长子 按照宗法制的规定 他是最有资格继承天子之位的 但是问题在于周平王之所以能够继位 是因为牲侯勾结犬容攻打周幽王 把周幽王杀掉了 这个事情虽然不是周平王直接干的 但是和他多少脱不了干系 所以对于这么一个 有着叛国和弑君嫌疑的太子来说 他的继位就不那么正当 他最后能够保住自己的天子之位 也不是因为他在宗法制度里面有什么优势 而是他背后的势力更强 支持周平王的有晋国 郑国 秦国 这样一些实力比较强的诸侯国 从周平王继位这段经历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到了东周 实力就变成压倒礼法的东西了 东周第二任天子 是周平王的孙子 周皇王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周正之战 周天子和郑国打了一仗 按说郑国是和周王是很亲近的 他是拥立周平王的重要一员 应该和周王是关系很好 为什么他们会打起来 我们看一下来龙去脉 当时郑国的国君叫做郑庄公 他既是诸侯国国君 又在周朝王室担任要职 郑庄公的权势很大 而且经常以权谋私 打着周天子的旗号 发展壮大自身的实力 所以周平王觉得需要制衡一下 于是私下任用了另外一个诸侯 国公 目的是分郑庄公的权 这个举动就引起了郑庄公的强烈不满 为了安抚郑庄公 周平王还和他交换人质 就是周正交质 让自己的儿子去郑国 郑庄公的儿子来落役 这种做法在诸侯里面很常见 但问题是周平王不是诸侯啊 他是天子 他和诸侯交换人质 证明这时候诸侯已经和天子平起平坐了 后来周平王死了 周还王继位后想正式任命国公 郑庄公也不客气 直接把成州附近属于周王室田里的粮食收走了 古代的粮食就是钱呐 郑国这么干相当于公开抢劫天子 其后还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这里不一一详述 总之周还王和郑庄公的矛盾越来越深 后来周还王就率军去攻打郑庄公 在战斗中周还王被郑庄公的大将朱丹 一箭射中了肩膀 然后周还王就跑掉了 朱丹还想追击 被郑庄公阻止了 然后晚上郑庄公还派人去慰问周还王 说明作为一国国君 郑庄公这点政治智慧还是有的 他知道虽然周天子精识不同往日了 但还是有很多诸侯会拿他说事 若真的把周皇王杀了 那么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而这场周正如隔之战 就是周天子权威不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从此周天子就在历史上失去发言权了 彻底沦为强国争霸的背景版 从制度层面来说 周皇王没有做错什么 面对咄咄逼人公然挑战天子权威的郑庄公 他只是做了理法制度中天子该做的事 只不过缺少足够的实力和智慧 所以我们说一个制度对施行需要有两大条件 一个是人们的观念 再一个就是自身的实力 如果说大家都不认可你没有这种观念 那么即使可以用强力去推行 但是也很难维持长久 但如果你自身没有一定实力 可能一开始这个政策就推行不下去 上面说到郑国 他是春秋初期比较活跃的一个国家 郑庄公可以说是春秋早期的一个小霸 那为什么郑庄公没有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呢 而且郑国在郑庄公之后很快就开始衰落了 沦为其他国家争霸的一枚棋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春秋早期的形式图 从这张形式图可以看到 郑国位于中原的核心区域 但是他的领土面积比较小 这就是他的先天不足了 而且郑国位于中原的核心区域 四周都是其他祝后国 这样他的发展空间就很小 他不像后来发展比较好的一些国家 晋国 秦国 楚国 因为有比较多的可以拓展的空白区域 对郑国来说 他想要开疆拓土 就只能去攻打周边别的诸侯 但这些诸侯本来就是和周王是关系比较亲密的 而且他们之间的联系也比较紧密 攻打任意一个国家都会引起别的国家干涉 这就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我们说双权难敌四守 本来郑国的实力也不占什么优势 还不得不去应付多个国家联手 自然没有什么胜算 所以我们说郑国所在的地理位置就是他的最大劣势 他处于四战之地 想要发展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而且在郑庄公之后也没有出现什么英明的君主 所以很快就衰落下去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春秋时期真正的霸主 春秋五霸 春秋五霸是哪五霸呢 在不同书籍里面有不同说法 这里我们给出一个最常见也是最传统的说法 齐桓公 宋湘公 晋文公 秦木公 楚庄王 另外还有吴王和吕 玉王勾剑 但他们只能算是替补队员 我们主要聊前面五个人 首先看齐桓公 他是春秋五霸中名气最大的 即使你不了解春秋历史 多少也应该听说过这个人 他也是春秋五霸中最早登场的 齐桓公继位的经历比较有意思 他是齐乡公的右弟 继位之前叫公子小白 齐乡公这个人荒淫无道 是一个昏君 所以公子小白 还有他的一个兄长叫做公子鸠 两个人为了庇护就跑到外国去了 和齐乡公被他的堂兄公孙无知给杀了 不久之后公孙无知又被手下的大夫给杀了 这时候公子小白的机会就来了 他就有机会去继位了 但问题是他必须赶在公子鸠之前回国 因为公子鸠是兄长 比他更有资格继位 这时公子鸠手下有一个重要的大臣管仲拦在路上 想要把小白射死 射了他一箭 但公子小白比较机灵 装死 骗过了管仲 然后偷偷溜回齐国去当国君了 而公子鸠以为小白真死了 就慢腾腾的回去 结果等他回去 还花菜都凉了 后来齐桓公还利用自己国君的优势 逼迫鲁国杀了公子鸠 但齐桓公作为一个国君还是有应期度的 虽然管仲射了他一箭 但他并没有记仇 后来还是重用了管仲 叫他重负 管仲在齐国领导了一系列的改革 使得齐国的经济 内政 军事都有了很大提高 这就具备了争霸的基础 管仲还提出一个重要的口号 尊王攘夷 这也是齐国的国策 尊王就是要尊重周天子的地位 而攘夷呢 就是当时有很多遗敌侵扰中原的国家 齐国要组织中原的国家去反击 这个政策有两层含义 一层是现实意义 就是反击一地国家的入侵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 齐国需要借用尊王的名义 为自己争霸创造条件 这样一种做法和若干年之后 曹操的邪天子以令诸侯 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时齐国尊王攘夷的国策大获成功 齐桓公据说是九和诸侯 就是九次会盟诸侯 正式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并且他这个地位也是被周天子所承认的 在齐桓公之后是宋湘公 宋湘公可以说是春秋五霸中 最名不负实的一个 他干了这么几件事 首先是平定齐乱 就在齐桓公死后 齐国发生了内乱 几个公子互相攻打 争夺王位 于是宋湘公组织了一支联军 护送齐国的太子昭回国去继位 但这位太子昭也没念宋国什么好 过了几年一样去攻打宋国 这可能就是宋湘公失败经历的开始 然后他又干了一件事 就是学齐桓公会盟诸侯 他这次会盟主要是邀请了楚国 因为楚国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流氓国家 到处侵略别的诸侯国 吞并小国 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招来楚国教训一番 让楚国承认自己的盟主地位 然后其他国家一看 大哥这么英明神武 我们都跟你了 他是这么一个想法 他的想法很美好 但是现实很残酷 因为楚国不按套路出牌 楚国来是来了 但并不是来开会的 而是来了直接把宋湘公抓走了 我们说两国交战不展来时 何况是国家元首之间开会 你直接就把人抓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实际上这是一种很下三滥的手段 但是楚国不管这个 春秋战国时代人们都不太在意这些 他们做事情都没有什么规则 但我们说做人还是要有底线的 要有基本的原则 对于国家也是一样 因为在一个完全没有原则 没有规则的社会里面 最后人人都会是受害者 比如说楚国这次是抓了宋湘公 但是过了若干年 同样的故事又发生在了 楚国自己的国君身上 我们以后讲战国历史的时候会讲到 宋湘公的运气还算比较好 后来经过其他诸侯的斡旋 楚国把他放了 但毕竟宋湘公是一个想要争霸的男人 他不会甘心就此认怂 所以后来还是和楚国发生了战争 这就是使他轻视流民的洪水之战 但流的并不是什么好民 我们看一下战斗经过 在洪水这个地方 楚国和宋国要开战 首先楚国要渡河 渡了一半 宋湘公手下就劝他赶紧打吧 宋湘公说不行 他们还没有过河 我怎么能打他呢 等到楚军过了河 还没有排好阵力 首要又劝宋湘公说赶快打吧 宋湘公说不行 我要等他排好阵力 君子不称人之威 不打没有准备的敌人 等到楚军一切准备就绪 宋军发起攻击 结果没啥悬念 得到一场惨败 因为宋国本来就比较弱小 硬拼肯定是拼不过的 而且在战斗中 宋湘公也受了伤 没过多久 第二年就死掉了 这样一场战斗 就是宋湘公成了春秋时代 最大的笑柄 他是比较执着于礼法 说明礼法制度 到春秋还有一定的残留 有些人还会遵守 当然慢慢时间长了 大家就都不管了 从宋湘公的经历 可以看出 他是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人 是一个唐吉何德式 理想式的人物 他在现实中从未称霸 为什么后人要把他 立为春秋五霸之一呢 可能有两个因素 首先他是一个 具有悲情色彩的人物 人们会对他 给予一定同情分 再一个 他是真诚的理想主义者 他的理想是要恢复 西州那一套政治规则 而且他不是说说而已 他确实是身体力行 在这么做 虽然这种事情 看起来比较傻 但这样的人物 还是可以给我们一点感动的 宋湘公的悲剧根源 在于时代在变化 但他还拘泥于过时的形式 理法都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 制定的一些规则 不能说时代在变化 你还停留在过去那个状态 没有什么东西 是可以一成不变 万事不变的 没有这样的东西 是要不断去更正 去修订 然后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 宋湘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他必然是要为时代所抛弃的 第三个出场的是 大器晚成的静文公 静文公也是一个 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叫做崇尔 因为他的耳垂有两虫 所以叫崇尔 一些史书上还记载他有圣迹 比如说他有两个同仁 他身上肋骨都是连成一块 叫做便携 听起来有点恐怖 好像怪物一样 这其实也反映了古人的一种观念 就是在古人的想象中 这些圣人圣贤的君主 就是非人的存在 就是神人 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想 这些神迹是否真的存在呢 比如生下来就会说话 生下来就满屋子红光 如果说这些神迹不存在 实际上就说明他们也一样是凡人 也并不是必然就会成为圣君明王 他们能够成功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有历史的一些偶然性在里面 我们接着说崇尔这个人 崇尔的父亲是晋献公 晋献公干了一件比较昏庸的事 也是大家都干的事 就是费掌利诱 晋献公崇尔的妃子叫做黎姬 他想废掉原来的太子的生生 立黎姬的儿子为太子 但是黎姬却跟晋献公说 太子很贤明啊 为什么要立我的儿子为太子 你要这么做我就去死 当然黎姬也是说一套做一套了 他背地又让太子去祭祀母亲 然后拿祭祀母亲的肉献给晋献公 而黎姬暗中在这个肉里面下毒 但他并不是想毒死晋献公 而是在晋献公吃之前举报了这件事情 当然黎姬不会说是自己干的 他说是太子放了毒 太子就跑掉了 后来自杀了 这段故事记载的栩栩如生 咱们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水分 如果说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那就说明黎姬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女人 是一位宫斗专家 发生这件事以后 崇尔和他的一个弟弟姨吴 就跑到国外避难去了 后来晋献公死了 黎姬的儿子当上国君 但是其他大臣不服 又把黎姬的儿子杀掉了 要去迎崇尔回来 崇尔比较谨慎 他觉得国内政局未明 不敢回去 后来他的弟弟姨吴回去了 就是晋慧公 经过很多年 晋慧公也死了 国内大臣又去迎崇尔 崇尔这时候才回去了 成为晋文公 他一共在外流亡了19年 继位的时候已经62岁了 这个年纪在那个时代绝对算是高龄了 古人常说人生七十古来西 说明崇尔能够当上国君 至少有一个优势 他的基因比较好 如果他活不了那么大年纪 肯定是当不了国君的 因为崇尔流亡了很多国家 所以他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 在他当上国君之后 就开始扩军备战 他把晋国的两军变为三军 然后开始积极介入国际事务 他也是学齐国尊王攘夷 他分两步走 首先是尊王 正好这是周湘王的弟弟王子戴 发动了叛乱 把周湘王赶走了 这对于想要称霸的晋文公来说 简直是天赐良机 他就派兵赢回了周湘王 把王子戴杀掉了 这样一来就是他在诸侯当中树立的权威 第二步是攘夷 晋国在成普之战中 打败了春秋时代的头号流氓 楚国 于是周天子正式册封晋文公为伯 就是霸主 晋文公也开始会蒙诸侯 会蒙诸侯是成为春秋时代霸主的 一个标志性事件 而且他还把周湘王招来 作为证明自己权威的关键人物 这次会蒙叫做建土之蒙 但在春秋里面记载 说什么天王授予和阳 就是说天子去和阳打猎 和阳是晋国的一个地名 如果你去看原版春秋 肯定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天子没事跑到晋国去打猎 其实这是一种比较隐晦的说法 首先孔子给了周天子一个台阶下 没有说他是被诸侯招去的 另外也是替晋文公遮掩 虽然你拥立周湘王 杀得要乱成贼子 还打败了破坏国际秩序的楚国有功 但诸侯招天子这种不合理法的事情 也是不该干的 所以春秋里面就不这么写了 这就是所谓的为尊者会 为亲者会 关于春秋的这种写法也是有很多争议 很多人认为孔子的这种写法 实际上就是在篡改历史 而且开了一个很恶劣的取比先河 后代很多作者也是根据自己的喜悟 去修改取舍史实 但也有人替孔子辩解 说春秋本来就不是一部史书 当时鲁春秋还在 后来是议师了 但这也不是孔子干的 孔子编转春秋的目的 就是要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 褒贬善恶 维护理法 他本来写的是议论文 你却偏要把它当作叙述文 这种说法也不能说毫无道理 这里并不是说春秋笔法 就完全是合理正当的 而是说我们看一个人的行为 要结合他当时的时代环境 时代背景去看 不能完全根据后人的观念去看 好比一个人说了一段话 或者写了一本书 如果你只看其中一句 就经常有断章取义之嫌 需要结合上下文 去看语境是怎样的 例如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 本义是要恢复西州的封建宗法制 到了后世却变成维护君主集权的统治工具 这肯定不是孔子的本意 他也没想到 但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 具备很多随机和偶然性 并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说回靖文公 除了称霸之外 他还干了一件重要事情 创立了靖国的六卿制度 就是他把跟自己在外面流亡打拼的大臣 封为了六个士卿 掌握靖国的军政大权 如果没有这些人 靖文公肯定是记不了位的 但是他封六卿这件事 也为靖国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所以我们说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这个故事我们放到战国时代再讲 靖文公之后 是西戎霸主秦木公 在春秋时代 秦国是一个后起之秀 秦人的先祖是赶马车的马夫 就是司机 当然不是普通的司机 是给天子开车的司机 秦人在西州的时候 还不是诸侯 只是一个大夫 后来因为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公 才被侧封为诸侯 就是秦乡公 然后周平王还开出一张空头支票 就是把西齐封号都封给你 就是周人以前的大本营 看起来周平王很大方 但实际上这些地方当时都在犬戎手上 就说你要拿到这些封地 首先要把犬戎打跑 后来经过二十年的经营 秦国才收复这些地方 所以说天上不会掉馅饼 也没有免费的午餐 但不管怎么样 经过一番努力 秦人打下了日后称霸的基础 所以上期节目说西周到东周 时代巨变中最大受益者是谁 那就是秦了 要是没有这么一场巨变 他怎么能从一个普通贵族变成诸侯呢 后来到了秦木公时代 他就开始秦国战略的转型 首先是招募人才 因为周平王东迁把很多人口都带走了 这时候西部就变成蛮夷之地了 没什么人才 那些狄戎之人也不可用 所以他就招募人才 用五张羊皮换来了百里希 后来百里希又内推了简书 这是两个著名的春秋时代的大臣 同时秦国开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秦木公的参与方式主要是介入晋国的内政 秦木公拥立了晋惠公和晋文公 还帮助周湘王平定了王子代之乱 我们从秦国的国策可以看出 他是想要和晋国结好的 有一个成语叫晋静之好 比如秦木公的夫人就是晋文公的姐姐 他的想法是秦国和晋国两个强国结盟 共同对外扩张 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天真的想法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 两个相邻的强国 而且都有对外争霸的野心 那么他们之间就很难维持一种长期友好的关系 因为他们的很多利益是有冲突的 所以后来就有了春秋时代 一个重要的战略转折事件 小之战 这件事情发生在晋文公刚刚去世的时候 秦木公认为自己争霸的机会来了 他就命令秦军穿越晋国去攻打正国 谁知道秦军回国的途中被晋国打了埋伏 全军覆没 从此之后秦国和晋国就翻脸了 再也不友好了 双方开启了年年的战争 各有胜负 但是晋国是春秋时代很强的一个国家 可以说是第一强国 所以秦国是胜少负多 晋国成了挡在秦国东面的一堵大墙 秦国从此就出不了门了 他只能在自己的后方去发展 把蛮夷的地盘抢过来 但是我们说塞翁是马 胭脂非福 秦国本来是一个根基薄弱的国家 周平王东迁之后 关中地区人口稀少 兴起凋敝 他想要快速的发展 去中原地区强国争霸 实际上时机还不成熟 步子太大会扯着弹 所以秦国只能徐途进取 慢慢发展 春秋五霸最后一霸 就是南蛮霸主楚庄王 楚国是春秋时代的头号流氓 大家都认为他是蛮夷 因为他和周王氏的关系比较疏远 而且地处南方 在那个时候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 实际上楚国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它是西周初年就被分封的一个诸侯国 但是他的名分比较低下 只是一个子爵 爵分五等 公侯博子男 他的名分很低 大家都瞧不起他 所以到了楚国第六任国君熊渠 他就说 我是个蛮夷不和你们中原人的四号相同 他又封自己的几个儿子为王 在当时王这个称号是只有周天子才能用的 他这么干也是公然表示不臣之心了 后来到周立王时代 熊渠看到周立王比较残暴 一言不合就开打 他又害怕了 就把王的称号给去掉了 所以我们说恶人也怕恶人魔 而且西周时天子实力不容小觑 诸侯还是不敢随便违抗周天子的 过了若干年 来到楚庄王时代 这是天下大事是楚晋争霸 他干了一件大事 毕之战 在毕这个地方打败了晋国 一举登上霸主之位 当然楚国和晋国争霸是个长期的过程 你来我往 忽有胜负 但不管怎么说 楚庄王也是一个实力和名气兼具的诸侯国君 到春秋的尾声还发生了吴越争霸 实际上吴越争霸本来是代理人战争 因为晋楚争霸 这两个国家实力相差不多 都不能奈何对方 晋国就想了一个盘外招 他就扶植吴国去攻打楚国 然后楚国也有样学样 他去扶植越国打吴国 所以吴越之间的战争本来是代理人战争 这两个国家本来是小国 也是蛮夷之国 但谁知道 这两个代理人打着打着 反而变成主角了 一度参与到中原争霸的过程中了 但总的来说 吴越这两个国家活跃的时间很短 对春秋战国整个历史没有太大影响 有时间我们在降数他们的故事 总的来说 春秋时代的特征就是周王室权威衰落了 国家兼并开始了 我们看春秋形势图 一开始有很多国家 在春秋初期有100多个国家 诸侯伶俐 国与国之间的实力也相差不大 但国际形势比较微妙 不仅仅是军事征服 有很多时候你需要依靠外交政治的手段 因为某一国去攻打另外一国 往往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干涉 双权难敌四手 而且大家实力差不多 你没法去应付多个国家的联手 虽然说不能单纯靠军事手段去解决问题 还需要通过一些结盟 一些花言巧语这样的手段 春秋时代也是礼崩乐坏的开始 各种下课上 比如诸侯打天子 大夫打诸侯 家臣打大夫 据说春秋时代有士君36 王国52 实际上肯定不止这个数字 我们可以看一下齐桓公之死 齐桓公到了晚年比较昏庸 他信任的都是些坚定小人 当他生病之后 他的几个儿子就开始争位了 大臣们也不管他 直接把宫门一锁 就让他在宫里面自生自灭了 当他死了以后 67天都没有人收尸 尸体都长满了蛆虫 从齐桓公之死的案例可以看出来 这时候礼法制度已经没人在意了 大家关心的只有利益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就是封建宗法士到这时遇见的难题 因为分封的领土资源都是有限的 而王公贵族们的后代又是无限增长的 到最后就是封无可封了 简单说就是一个僧多周少竞争加剧的状态 当然并不见得是绝对条件变差了 西州初年的条件也未必有多好 但人的欲望都是随着条件提高而提高的 比如一个人最开始只要有温饱就满足了 后来他可能需要好的衣服 再后来需要好的房子 再后来需要好的车子 还需要美女 人的需求 人的欲望都是不断增加的 关键在于和别人的比较 孔子也说过 不换寡而换不君 比如说在一个大家族里面 你看见自己的亲戚都过得很好 而你过得一般 你是不是会有一点心理不平衡 而春秋时代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非国君的想要去当国君 非大夫的想要去当大夫 他们就会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去夺取 当然事物都有两面性 从客观的角度说 这种竞争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最后说一下春秋时代霸主的意义 实际上春秋时代的霸主 想要建立一种政治性秩序 既然周天子的权威不在了 就由我来树立这个权威 继续维持周以前的一套做法 但这种尝试最后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诸侯之间实力相差不大 超级强国地位难以长期维持 一旦有别的强国 比你这个霸主实力更强 那么你这个霸主就当不下去了 更深层原因 在于这些霸主用的 还是原生态的封建宗法制 相当于换汤不换药 但这样一套制度 已经无法适应实在的发展了 周天子遇到的难题 诸侯们同样会遇到 诸侯可以凌驾于周天子之上 诸侯内部的大夫家臣 他们也会凌驾于诸侯之上 所以说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 就是这么个道理 比如春秋时代第一强国晋国 后来就被几个大臣给瓜分掉了 所以说如果想要建立正式新秩序 必须要寻找新的方法和手段 而这就是战国时代发生的故事了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所启发 欢迎订阅转发 谢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